好 都有了 我和陈瑶只是剩下集的光 陈瑶我喜欢你 才能让他很快入睡 在前衡知道承瑶的歌声 可以治好自己的失眠后 将被自己赶出家门的承瑶 再次请了进来 还趁承瑶喝醉 列出一系列赔偿款 借此机会赖上承瑶 让承瑶每晚都必须给他边做宵夜 边唱歌 以此来抵消债务 随着两人居住一起的时间越长 前衡慢慢爱上了承瑶 只是他自己没有发现 开始关注承瑶 带他一起办案子 回家也会帮承瑶 解答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帮助承瑶慢慢成长 而承瑶作为一个刚入职的菜鸟 第一个案子就被人算计 博取他的同情 让他顶锅 承瑶也因此被人送礼物恐吓 打电话骚扰 菜鸟的他被吓到哭了一晚 而前衡看到承瑶哭生气极了 当晚就给所有黑粉发律师函 让对方主动道歉 这也太呼气了 在承瑶调整好状态后 前衡再次帮承瑶 接下一个非常简单的案子 但很不巧 还没办完当事人不幸去世 承瑶这运气真是绝了 办一个搭一个 前衡只能再次买零食 开导承瑶 而承瑶在前衡的帮助下 慢慢成为一名合格律师 在法庭上奋勇杀敌 他跟前衡最终走到一起 两人躲在档案室里 亲亲的画面不要太甜 双方还见了家长 两家人一起拍照留念 一起见证两人的幸福 双向奔赴的爱情超甜 再次见证两人的帮助下